2019年6月19日,10时03分,中国导演编剧彭小莲因病去世,享年66岁。 20日,彭小莲复告与遗宴曝光,她生前表示不办任何形式的追思告别会, 并在遗宴中感谢为其治疗的医生、设置组伙伴、朋友、亲人等等, 且表示带着一份满满的爱上路了,祝大家健康地活着。 彭小莲1953年出生于湖南,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, 其主要作品包括《美丽上海》、《上海伦巴》、《假装没感觉》等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